有個工作狂老闆 員工恐怕也無法太輕鬆 美國時間十七號 馬斯克忙著出庭應訊 外媒卻爆料他再度對推特員工開閘 內部郵件內容曝光 要求員工也當工作狂 否則打包走人 而且考慮時間只有短短四十八小時 入主推特後 馬斯克作風強勢 不只在推特內部掀起反彈 更衝擊公司股價 十六號收盤 持續下跌 更拋出震撼彈 透露將另尋營運人才負責經營推特 分析師認為馬斯克一向如此行動派 重組推特後 若還有其他大動作 外界或許也不會太意外 三里新聞緩生報導 馬斯克 馬斯克 馬斯克